我現在想要提出一個問題 兩個基地 中一條路 這塊壁 應該是剩三坡 五級坡跟六級坡 能不能麻煩直接這邊 可以把剛剛那個 尤其憑多少樓板面積的那張土鏽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地方 南北基地 南北基地的兩 之間的狭長的這一塊 好 稍等一下 好 我不能把我的時間扣掉 好 可以的 好 可以的 那請那個計時的那個 後面的同學 好 請再看一下一頁是不是 差不多了 這也可以 主要一定 主要一定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北基地跟南基地 兩個中間 我們現在目前是 有一個邊坡在那裡 但是 實際 這個價位裡面 這個邊坡是要整個都黑條 實際幾次的說明會 從來不提這一段 這個地方是五級坡以及六級坡 這個是依法不可以動的地方 網上連結上去 整條都是潛在順向坡 這個在你們的 舊的計畫書裡面寫得清清楚楚 所以請不要再告訴大家 沒有潛在順向坡 這個車道 我在剛搬過來的時候 當時你們在大湖國小辦了這個說明會 我就聽到有建築師在提出質疑 我那時候非常好奇 這個到底是哪裡 原來就是我們外面這一段 就是我們南北基地連結的這一段狹長的地方 你們要把它整個產坪變成內部的車道 我希望實際承認這一點 不要一直說你們沒有要挖山 我希望各位回想一下 不久前北二高曾經走山 我相信建設北二高那條公路的所有的官員 從來不會想到北二高會走山 同時我相信實際也認為 你們挖了這一段邊坡 你們認為他不會走山 但是我想請各位想一想 你們要賭一賭嗎 我第一個站出來講我不要賭 我不願意賭 我不願意任何一個人 因為實際挖掉這一塊邊坡 而可能發生任何的不幸 不管是我個人的不幸 或者是我的家人 或者甚至於是我完全不認識的人 我認為這些生命都非常的重要 請你們不要挖掉這條邊坡 第二剛剛林正雄師兄 剛剛講到的這些國有路後面的問題 我相信 如果你們想要把它挖掉 這種違憲的東西 台北市政府是不會反對的 謝謝 好 謝謝你們 好 歡迎見 還有哪一位 好 不好意思 好 歡迎